嗨,大家好,UP多好看趴趴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Tony Chen老师 我们的节目已经第七年了 谢谢UP公司对好看趴趴走节目的支持 刚从日本东京还有大阪回来 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台湾圈老师在台中相当有名的五星级饭店零酒店 来,在零酒店很特别的 你看正对面,我们台中的Tiger City 然后的话呢,在零酒店的后面 就是我们台中模仿杜拜的造型的商业大楼 零酒店呢,对每位客户呢,照顾的都非常的好 你看呢,在我左边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救生员 你看呢,这个泳琪呢 那有顾客的话呢 那救生员呢,就给你 那零酒店呢,这个泳琪呢 可以说呢,风景相当的奇特 也相当的美丽了 那今天我们UP直播 好看趴趴趴节目就来零酒店看景了 很多人说,泳琪老师 那好看趴趴趴走,什么时候要来零酒店直播呢 因为我们节目的流程是这样子 我们先过来看景 然后呢,会给公司写报告 然后,那至于排什么时候呢 你们只要呢,这个加入泳琪老师的FB 成为我的粉专 就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动态 在这边,泳琪老师呢 也呢,要呢,预告一下 如果你本身呢,工作呢 可以自由的排班 那你喜欢出国的话 我们好看趴趴走节目呢 在疫情过后 我们会陆续的到世界各地 为各位采访直播 那如果对呢 我们出国有兴趣的朋友 那你可以跟我们节目部张军领联系 然后呢,加入他的LINE 他的LINE的话是KK2626262015 我们节目呢,出国的话呢 我们一切费用全部是UP公司负责 另外每一天呢 我们还有薪水台币1000元 就是呢,公开征求呢 我们好看趴趴走的节目海外助理 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咯 来,看一下 我们宁九店这个游泳池呢 真的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柱子 那看一下,这边游泳 我会游泳 而且我告诉你 我穿的呢 是呢,JMJ的泳裤啦 JMJ的泳裤真的非常的好穿哦 如果呢,你们想要拥有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节目部张军领联系 因为JMJ呢,他这个泳裤内裤 也是呢,我们好看趴趴走的节目呢 采访过的这个名店 他要去老师热情推荐 我们观众一定有信心 那最后呢,你看老师呢 好,我要开始游泳了哦 哇,游泳的感觉真的很好 我从这边开始 哇,我自己要看我自己哦 烤的姿势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呢,今天就到这边哦 接下来老师就游泳了哦 让你们说好看爸爸走 下次见呢,拜拜